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中美经济工作组一连两天在北京举行第三次会议 中国财政部表示 中美双方就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 二十国集团财经合作 发展中国家债务产业政策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 中方就美方对华加征关税 双向投资限制制裁打压中方企业等表达了关切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美国财政部就表示 美方在会上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实践和产能过剩提出关注 并重申美方并不寻求中美经济脱钩 而是寻求健康的经济关系 为美国企业和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美国财政部说 双方在会议结束时同意在4月再次会面 摩根大通计划未来三年开设超过500家新的Chase分支行 并雇佣3500名员工 向包括低收入和农村社区 以及富人区等其他市场扩张 总部位于纽约的摩根大通称 本次扩张涉及数十亿美元 该行今天发布声明称 按照投资计划约1700个分支将会翻修 将2021年以来进行升级的分支行总数提高到3000家 超过20家 那摩根大通针对富人群的分支行网站也在筹备当中 其中包括一家位于纽约 一家位于旧金山 其中大部分先前有第一信托银行运营 摩根大通去年收购了该行 摩根大通在全国拥有超过4700家分支 2018年曾表示将在多达20个新市场扩大分支网络 包括波士顿和费城 而它是唯一一家在美国本土48个州都设有分支的银行 在南加州山区地带 昨天的雪景取代了之前两天的余景 导致当地学校宣布暂停上课 面对这场强风暴 大量公共工程人员被派往山区 为确保道路畅通无阻 国家计算局预测本周三到周五 预计海拔4000英尺的较低山区也将迎来新雪 天气专家提醒海拔7000英尺以上地区可能会发生雪崩 山路可能会关闭 Ridewood Mountain High Resort的现场 摄像头捕捉到了如同粉末天堂般的雪景 吸引了众多滑雪爱好者和单板滑雪者 英国白金汉公昨天宣布 现年75岁的查理三世在上月 因为前列腺增大接受矫正手术后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有关这一事件的更多消息今天浮出水面 英国首相苏纳克透露查尔斯的癌症处于早期的阶段 但还不清楚查尔斯患上的是何种癌症 苏纳克表示他仍然与国王保持定期联系 并将像往常一样与他沟通 探视这一诊断结果不会影响国家的执行 领军英国媒体报导称 小儿子哈利王子已搭击连夜从洛杉矶赶到英国 6日飞抵伦敦西斯洛机场 预计将会前往探视父亲查理山斯 更多详细的报导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华语电视 关键新闻